我鼓勵张三正多来桃园 像罗志强这样走 跟罗志强一起 接触到这些第一线的民众 最直接了解到民众的反应 多拜访 多请益 把户籍签来桃园吧 像罗志强要买个房子 宣示一下决心 几个议员他都见到了 议长也见到了 算是为这些奔老呢 暂时画下一个休止符 张三正剩下一个人 要赶快去拜访 那就是 只要能够有办法整合 不是没有机会的 张三正院长今天其实来桃园 我觉得收获丰富 收获算不错 一来他跟罗志强议员 行走桃园在中立区 行走了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 但是也算不无小谷 接着到议会又见到了 我们国民党桃园市议会党团 总召徐奇万议员 跟我们桃园市议会议长 也是我们桃园市党部之前 代理主委邱玉胜议长 所以几个议员他都见到了 议长也见到了 所以达到他的主要的目的 所以也算是为这些奔老呢 暂时画下一个休止符 那张三正他今天跟罗志强来行走 我觉得他早就该这样了 因为罗志强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人 很多网路相名形容为 是那种自虐式的行走方式 或者是选举方式 这样比较能接触到民众 你光是看他们直播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罗志强的人气之高 几乎很多民众都跟罗志强打招呼 然后跟他加油打气 然后罗志强也就是没有怠慢了 这个张三正 也不忘帮张三正介绍给这些中立的 多请益多来桃园 甚至因为张三正 我相信他户籍一定还没签过来 然后也还没有像罗志强在桃园落户 把户籍签来桃园吧 像罗志强要买个房子宣示一下决心 我觉得也不坏 就直接在桃园 落地生根扎根 要桃园人认同你 那你就要展现出在地的决心 和在地认同的这个诚意 经过这几天的纷扰之后 党中央跟张三正本人和他的阵营 应该都会知道地方的 为什么这个反弹的情绪其他有致 那经过这样子一个努力去化解 议长跟很多的当事人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 我觉得张三正剩下一个人要赶快去拜访 那就是吕玉玲跟陈万德夫妇 今天其实陈万德也有在议会总咨询 很可惜张三正没有留下来多等一下陈万德 接下来你要再约时间见那个吕玉玲跟陈万德 又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你还是要努力 因为尤其是在平正隆坛南区 你不能不支持吕玉玲跟陈万德 取得他们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好的开始 代表议长只要OK了 然后还有这些党船 比基林、外美林、罗志祥 这些当事人都没问题了 我相信全党会慢慢的 就会在很多的事情下 捐弃一些陈建 然后彼此放下一些 这个之前这几天的情绪 然后会团结的 我是对后面的状况 是比较看好了 虽然政党支持度目前的氛围 从全台湾到桃园 都不利于国民党 但是我还是认为 只要全党能够放下 大家彼此之间的恩恩怨怨 那张三正当作 就是现在国民党 确定提名的这个对象之后 全力浮选他 当民进党他们都各怀鬼胎 各有觉得自己有认为自己 自私甚高 认为自己会有赢的机会的时候 那民进党自己 他就会不同心了 所以你看到 不管是郑运 彭正宝钦 黄世卓或是彭少景 还有放话要来桃园的林志坚 都是想办 想尽办法 千方百计 想要争取到机会 可是他们也是由党中央 蔡英文说了算 也不是他们这五个人 决定谁来就谁来 所以民进党的氛围 也是很混沌的 五十步笑百步 所以我才会认为说 国民党要先把自己整合好 不要乱的震脚 团结不是嘴巴说说而已 张善政和他的幕僚团队 当然也要再加强一点 要再加油 真正了解跟地方 然后跟地方的结合 占用地方 吕玉琳 鲁明哲 万美琳 这些委员和张玉美 还有包括邱玉胜议长 以及地方这些议员 这些他们的组织跟势力 盘势 再加上善政运用 这个罗志强的空战优势 我觉得张善政 只要能够有办法整合 这些各方 不是没有机会的 在这些议员中 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